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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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主要想和大家分享一些關於 中文綜合整合拓展的心得 我知道 由2016年開始 其實卷3和卷5會合併 但綜合的部分仍然有整合拓展 很多同學到現在 都分不清什麼為之整合 什麼為之拓展 就這樣把Data File的所有項目 抄上去好像英文一樣 就覺得自己是得到分 但是將它們兩個混為一談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就會得到 一個下品的分數 所以今天就想用兩個例子 和大家去分析 整合拓展的時候有什麼要注意 舉個例子 今次在Data File裡面 你看到兩個有用的項目 第一個就是 在東區學校每年用30萬 來聘請專業的教練 第二個就是 東區的金牌數量是最多的 很多同學在考試裡面 寫了一個下品的整合拓展出來 就是因為 將Data File裡面的項目 好像英文Integrated Skills一樣 抄上去自己那裡 然後中間隨便加一些連接詞 就當自己做完 但是這樣你就會得到一個下品的分數 因為抄本這件事 其實連Level2的同學都會 大家可以看看這個下品的例子 首先 東區學校投放了大量資金 來聘請高質素的教練 東區學校每年投放30萬聘請專業教練 而那些運動員正正因為得到專業的指導 所以就在今次的比賽 拿得最多的金牌 你覺得可能說 很合理 說完有專業教練 有專業指導 所以就拿到多獎牌 但你這樣其實會跳了很多步驟 你中間的邏輯根本是不連貫的 所謂的拓展就是 你要把頭和尾 用你自己的Logic Flow 逐步逐步地推 才可以讓考官看到 你的能力是高過其他考生 例如說 我們有三十萬聘請 我們有三十萬聘請 聘請 專業教練 那聘請專業教練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可以說 其實這些是 不一定要寫這幾個項目的 純粹有一個拓展的方向想給大家看 可能可以 堅鬥 工妨 業務 成品 功能 照顧 發文 又或者 對啊 呀 那體育 ุ 那些运动员可以得到即时的指证 又或者是可以提升运动员的应变能力 又或者是给运动员一个好一点的心理素质 我们有专业教练可能会有以下的效果 之后会怎样呢? 我们可以继续推下一步 之后那些运动员在真正比赛的时候 他们犯错的机会就会减少 犯错机会减少的话 他们胜出的机会就提高 最后才推到这一步 就是说金牌的数量就是最多 大家可能会觉得 我不捨不减少犯错机会 胜出机会提升 金牌数量多 其实考官自己都明白 但记得你要当考官是白痴 他什么都不懂 你要当他是一张白纸 你要逐步逐步画出肠 他才会觉得拓展的能力是高 你才可以在其他考生上突围而出 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个改良的版本 可以与下品的例子作一个比较 首先在资源运动上 东区学校投放了大量资金 来聘请高质素的教练 当他学校每年投放 30万聘请专业的教练 接着我们就开始做一个拓展 运动员本身的资质 再高都好 如果他没有正确的训练方向和策略 其实他的努力只会是 徒劳无功 事倍功伴 这件事在Data file里找不到 是你自己去拓展出来的 当东区愿意投放资源聘请专业教练 学生可以获得即时的指证 教练也可以用他的专业知识 为运动员度身制定最适合的训练方案 提高运动员的应变能力 又或者是他们的心理质素 这样 东区的运动员在比赛里面 表现优秀的机会就提高了 例如在练习的时候 已经有即时的指证 所以在真正比赛里面 犯错的机会就会大大减少 提高这个胜出的机会 相信也是 东区在这次比赛 拿得最多金牌的一大原因 大家见不见到 与夏品哥的例子做一个对比的时候 就是中间多了很多拓展 去连接了30万去聘请诸业教练 以及金牌的数量最多 你的工作就是用拓展 来把头和尾连接在一起 整段看来就非常连贯了 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今次Data File里面 你觉得有用的点就是 东区每年会颁10万元的 运动员奖学金 很多同学的下品例子就是这样 其次 东区就用奖学金的形式 吸引一些有天分的运动员去就读 东区每年都会斥资10万元 颁给一些成绩却月的运动员奖学金 所以吸引到不少有天分的运动员 暴读这个东区的学校 见不见到呢 又是奖学金和暴读学校之间 是有一个 missing link 那呢 考官就会觉得很困滑 就是你多奖学金 和你多人去报这个 东区学校的话 它们直接的关系在哪呢 你可能会说 考官想象力很丰富 或者这些是common sense 你想想一下 奖学金的话 那就是多些钱 多些钱 个个都喜欢钱的 尤其是那些运动员 家里很穷 那他就更加有一个 金钱的诱因 那他们就会去读 东区的学校 但是这些东西 你不写出来的话 考官就会觉得你是不懂 觉得你是不知道 所以记住些什么呢 你是要画公仔画出场的 例如呢 是这样 我们也是要逐步逐步地推 我们东区的运动员 你表现优手 然后呢 就会有奖学金 有奖学金的话 接着怎么样呢 有些的运动员呢 他们的家境呢 是未如理想 接着之后呢 他们的家庭经济负担呢 是很重的 如果呢 是有多些钱的话呢 就会提供到一个 经济诱因给他们 经济诱因给他们的话 就可以吸引到 他们去入读啦 那大家呢 可以呢 又是看一下一个改良的版本啦 其次 东区呢 就用这个奖学金形式 吸引具天分的运动员就读啦 每年会斥资十万元 帮给那些卓越的运动员的 不少有天分的运动员呢 家境未必十分之理想 学费对他们的负担呢 是很重的的 奖学金一方面呢 可以鼓励这些表现优异的运动员呢 在往后比赛更加努力练习啦 另一方面呢 更加可以 减轻他们经济的负担 造成一个金钱的诱因 吸引呢 不少有天分的运动员 暴读这个东区学校 那大家见到啦 其实呢 他不是比原本的 下品的礼子很多的 而且写的东西其实很普通的 是你就算本身只有level 2 你都一定懂的logic 但是呢 千万不要想当然 觉得 哎 考官他是中文老师来的嘛 他那么想象力丰富 肯定可以帮我link到啦 记住 考官是没有义务 帮你去想象 你头和尾之间的logic link 所以你是画公仔画出场 画给考官知道 那你拓展的分数呢 自然就会提高很多啦 那希望这段影片呢 可以帮大家呢 在应付中文组合 整合拓展的时候呢 更加得心应手啦 那另外呢 大家都不要忘记得呢 要背一些格式 例如是不同的书信啦 演讲词啦 或者文章呢 有什么格式要注意 或者可以背定一些常用的句子 那语境意识呢 就可以很容易地拿到些分啦 那如果大家呢 想知道更加多 关于论说文的skills的话呢 其实都可以 点击下面info box那条link啦 那我就有提供呢 一个两个钟的精读教学 加上那个笔记的 也都会有我呢 2015年DSC里面的 增值的完整版 那就是经过极少量的修改的 那在这个教学里面呢 除了会教大家呢 一个公式化 而很简单的框架之外呢 也都会提供了 10个最精华的高质素例子呢 给大家参考的 那就是呢 跟我之前中文笔记里面的 那些例子呢 有少少不同啦 因为这些例子呢 是我林考前一个星期才会的 那除了中文科之外呢 其实我英文科呢 都有提供intensive的教学啦 有提供作文批改的服务啦 和aural intensive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都可以在下面info box那里呢 看一些link的 大家记住like这个video啦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啦 另外呢 就可以去like我的facebook page 和follow我instagram的 那如果大家想看我字仔笔记的sample的话呢 都可以click在info box那条link的 那下次呢 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我的读书心得 和我再陪伴Vlog啦 拜拜